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知道 今天在海外 谁想要办一个跟某一个专制势力不大和谐的讲演会 研讨会之类 是很难很难的 可是温哥华的民间桥界做成 我说这句话 不是客气的话 因为我的亲身的经历太多了 也唯有民间的华侨 一批真正有中国心的华侨 而不是有中共心 而不是爱中共的华侨们 才能够举办这样一场讲演会 这一年多来 我的感受是十分深刻的 刚才我已经听到了主持人给我的介绍 其实我就是一个既普通的知识分子 中国大陆的文化人 自我流放在海外十七年不能回国的民间人生 我为什么要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讲历史 可最近我却在讲祖国在危险中 我想 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 中国很危险 中国大陆的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作家 包括今天在座的一批非常有名的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和作家 像郭伯丁先生 像我的老学友 老学长 著名的作家 郭伯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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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在担心着和关心着我们国家的未来 我们民族的安危 中国大陆的著名作家沙月星等许虚多多的有良知的作家 近两年来到处奔走 呼喊着中华民族 已经到了 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三年前 我和郭伯丁先生在芝加哥的机场 碰到了一位年过半来的人 还有他的太太 他们跟我说了两句话 我们中国的前途不好 可能会很危险 你不要停下来 你要继续讲远 你不要休息 可是我没想到 就从那天开始 我在这三年当中 关心着国士 关心着自己的民族 关心着自己的家乡 也关心着我曾经根本没有任何担忧的两岸关系 可是我现在担忧了 原因 祖国在危险中 所以在要谈的 我讲的祖国在危险中的第一讲 民族主义的使命 我讲的四个问题 第一 什么是民族主义 第二 为什么说民族主义是双刃界 第三个问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是像共产党那样的 讲坏的 倒退的民族主义吗 还是好的 正确的 真实的 进步的民族主义呢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当今中华各民族 中国境内各民族 所命名的使命是什么 这个使命 就是中国要走向民族统一 也只有民族统一 才能够救中国 救大陆 救台湾 救香港 可是 我们今天好像离开民族统一的希望 是不是还很远 为什么 因为中国境内各民族 都碰到了三个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 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 都遇到了一个民族要解放的问题 不要以为只有藏族内蒙 新加维吾尔族有 汉族人民一样 我在多次讲远中讲过 62年来 一家万国的坏思想统治了我们 整整62年来 为了这个坏思想 所谓马列 多少条中国的人命 被斩杀在他的土道之下 多少人为马列 家破人亡 直到今天 不搞政治改革 要搞文化改革了 居然还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进行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改革 所以 包括汉族在内 我们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人民 都存在着一个民族解放的问题 第二 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人民 在30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也都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民权解放的大问题 因为在中国 八千万共产党员 各个民族都八千万共产党员 所有的层层统治集团的人士 他们在充分地享受了人群 他们把中国人民 15亿人民的人权都拿过来给自己享受了 可是我们的人民少了民权 我们的各族人民都缺少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那就是在专权压迫下的民权 不要忘记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话 叫主权在民 可是今天主权在共 所以中国境内的各民族 都面临着一个民权要大写放的问题 第三个 今天中国很多人都知道他很有钱 可是这个钱不属于人民 不属于普通的人民 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叫 专制国欲强 齐民欲苦 任何一个专制国家 当他感觉到很强大 当他在国际上被人认为很强大 当他竟然要救这个解放力的时候 他自己的人民却在深重的苦难之中 人类的被死 太多这样的逆政 所以我们同样遇到了一个民生要解放的问题 如果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 过得非常的艰难和苦痛 我们还能说我们的民生进步了吗 所以我是非常的渴望着 希望着我们的中国能够迅速的走向民主统一 可是我们却遇到了三大难题 民主解放的难题 民权解放的难题 和民生解放的难题 我上一讲讲到这里 那么我今天讲什么 我今天讲海列外中国人 两岸的同胞 香港的朋友 特别是我们海外华侨 很关心那个问题 中国分裂的威胁 也就是我所讲的 祖国在威胁中系列讲演的第二讲 中国分裂的威胁 我刚才介绍了我第一讲的基本内容 那么我想 在我正式开讲第二讲之前 我正想讲两个很小的问题 在此的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 当我们没有动脑袋去剩下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中共是要中国统一的 中共现在是反对国家分裂的 我想如果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只是听他的宣传 泛泛而愣 我们海内外的中国人都会有个感觉 今天的中共在搞民族主义 今天的中共要中国统一 要统一台湾 今天的中共最反对的是国家分裂 特别是中共对我们中国大陆的人民 连复一年约复一日日复一日的在宣传中 不能反对共产党 反对了共产党天下就有大案 国家就有分裂 多少年来他就用这两个东西在吓唬我们的人民 而我们很多人还真的给他蒙住了 我们很多人不许自己深想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真的 是他才叫统一 所以在海外 谁要讲中国要统一 那你就是共产党 谁要讲民族主义 你跟共产党怎么讲的一样的话 他不知道民族主义有真假 好坏进步和倒退 中共要的是统一吗 他要的不是中国的统一 他要的是中共一统 他要的不是民主的统一 他要的是专制一统 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利能否统治到哪里 能否统治全中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思考了很久 我也正在写这本书 我想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谁分裂了中国 谁分裂了中国 大家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 中国今天是分裂了 至少两难两制 不承认两个中国也是两个中国 不承认两个制度也是一个是专制制度 一个是民主制度 不承认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大炒 是方向 你也得承认大陆是在专制同事之下 台湾已经走向了民主自由 是谁吧 香港则是有相对的自由 却没有民主 那么从历史的回过来看 我举一个例子 满清王朝在他父王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伟大的新开革命的推翻这一家 专制王朝的时候 这个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太后 和最后一个小皇帝 溥仪 当时只有六岁 他们发表了一份特位诏书 这个特位诏书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 叫做 河 满 汉 满汉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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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希望满岸拢为战 五族的完全领土 合成一个大中华民国 合得气派的胸进 想象今天有一些满族贵夷的后人 天天在网站上 骂郑宗上 骂辛亥革命 要中国分裂 还要把东北的满族 重新建立国家 我们这些后人啊 惭愧不惭愧 第二 西文盖肯定没有分裂中国 西文盖肯定22个省市 在三个月内独立 他是把自己 从满清的中央朝廷里面独立出来 没有一个另外建立一个国家 说自己不是中国 大家去查一查 不论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广东 任何一个省市 凡是当时独立过的 他都没有建立一个新国家 说自己跟中国没有关系 我要走出中国 没有 而且中华民国还没有创建 就开始蓝白和谈 中华民国刚刚创建 然后就在寻求着祖国的统一级 刚刚创建的伟大的大中华民国的统一 新海革命没有分裂中国 当然今天一些朋友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 去骂新海革 否定新海革命 憋持孙中山 说他卖国 今天不是我要讲的范围之类 我想有机会我们会 在一定的场合 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我今天只插一句话 希望朋友们注意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 真的出现了民主革命的形势 人民真的要去刑起来 推翻共产党的这个专制统治制度 也就是说大陆要有革命的话 孙中山就一定爱骂 而且会被骂得很长很厉害 就像现在一样 因为孙文就昔为着革命 当年的满清皇朝改革开放 四十六年迎来的是一场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三十二年的改革开放 迎来的是什么 看样子还是孙文的民主革命 如果是这样 孙文当然是一批人的严重叮咎种子 左手要拉着孙文 抢夺权力的历史后发现 要有一定要扑抿孙文的革命思想 防止他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蔓延 第三 我觉得我们讲话可观 孙中山没有分裂中国 袁世凯也没有分裂中国呀 袁世凯复辟帝制 他是要复辟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的中华帝国 他没有分裂中国呀 张勋要扶贫满清 他是扶贫满清的专制制度 他也没有要分裂中国呀 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十一年 大军阀要鼓励统一国家 小军阀要割据以自保 没有一个说明 建立湖南人民共和国 建立湖南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社会主义共和国 说我跟中国没有关系 没有 你们在我们中国的经代史上 你查不到任何一个军阀 建立一个国家 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建立一个国家 并且说跟中国没有关系 要走到中国 没有 军阀们都是爱国的 他们当中也可能有个别的 跟外贼勾勾积极的分子 但是谁敢分裂中国 我们的后人跟我们的前人比一比 哪怕这些搞专制分裂各级的军阀们比一比 我们有些朋友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他们没有分裂中国 那么有一个人 他分裂过中国 没有 没有 他就是中华民族 欠了他一个公道的蒋介石先生 他1907年参加中国同盟会 他1911年参加星大革命光复之将 他参加了护国运动 被袁世凯通缉 护国运动 他参加了中华民国的护法运动 维护中华民国的法制的 越法的运动 他没有分裂中国 他领导的摆发军 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们 摆发 打倒军阀 统一中国 东北 一起 1929年 全中国 大中华民国在新来之后的17年的混乱和混战之后 终于走向了初步统一 蒋介石是分裂中国的贼鬼祸首吗 他领导抗战14年 领导全面抗战8年 这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完全不是什么新闻了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蒋介石先是民族英雄 是领导抗战 坚持抗战 一个领导了自己的人民民族国家 抗战14年 把敌人打垮了 自己也被内垮了 这样一个人他分裂过中国吗 没有 日本人侵略中国 要占领中国 被他打败 这样的人你能惯意他分裂中国的贼命吗 蒋先生和孙先生一样 孙先生临死之前1925年的32号 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一个临死前留下这样一句话的人 他想分裂中国吗 蒋先生是中马民族历史上 一个被打败的英雄 项羽是个人物 49年被打败了 败退台湾 可是他念字在字的是什么 是反共旧国 他没有成为台湾人民共和国 他坚定不移的 他是中华民国 他毫不羞愧地说 中华民国的领土涵盖的 包括大蒙古在内的 零千零四十万平方公募 蒋介石分裂过中国吗 一个打败了的英雄 一个白贴到小岛上的领袖 居然能把中国的一块宝地 一个宝岛 保护下来了 奠定了基础 让他日后走上了民主自由发展的道路 让中国五千年以来 出现了第一块民主自由和正繁荣的地区 当然是因为蒋介石 还有他的儿子蒋介石 没有分裂中国 也从来没想过要分裂中国 我只简单地回顾一下 现在是 他们不论在中国的静代史上 是正面的 是负面的 是又正面的 还是又负面的 他们都没有分裂过中国 那么 在中国的静代史上 谁翻面了中国 我们对任何党 对任何人 我们要公正 所谓公正就尊重实施 那我来说一说 公正的说一说 大家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号 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创建起来 这是党史上 中共党史上说的 而实际上是1920年8月 就已经建立了 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 在上海就成立了 谁给他建立的 前苏联共产党这个妈妈 生下了中国共产党 前苏联第三国际 建立了 共产国际中国支部 被第三国际命名为 中国共产党 建立之初 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就是赞成 外军国独立 说外军国应该参加 苏维尔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邦 1982年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 发表宣言 中国一定要走向联邦制 中国一定要重新建立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朋友们 我来海外是几年 听到我们很多人士们天天在叫做中国要建立联邦制 中国要重新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海外人民自由 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 但是 如果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话 你要知道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目的 是要把中国加入苏联联邦 你今天还要坚持建立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吗 至于联邦制到底是什么 我后面会讲 到了 1931年 在苏联的命令下 中共在中国的复兴地带 江西瑞津 建立了俄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上面的第14条 明确地说 中国境内任何省地区民族的人民 都可以宣布独立 然后加入到世界上 那个最大的联邦里面去 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 现在都不是公开的 不是秘密了 都已经不公开了 大家都很痛恨 日本扶持了很为满洲国 大家可知道 日本学的是苏联了 普遗学的是共产党了 因为满洲国是在1932年建立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1931年11月7号 苏联的国庆节那一天建立的 谁分裂了中国 谁在想分裂中国 谁想把中国的国土 分裂到别人家的国家里面去 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义 是国际的 不要跟着出去 中国共产党公开宣承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祖国是苏联 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历史的档案里 和他的文人的诗歌里 公开地喊出的是 苏联是我们祖国 斯大林是我们的父亲 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分裂不了 可是没有结束 1931年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他的国格是国际客 他的草票 印的头像是历历的头像 全世界至今没有第二个党 第二个国家干过这个事 他飘扬的旗子是苏联的鞭刀斧头旗 从1931年到1945年之后 从瑞金搬到延安都是这样 当看到盛景 全中国的绝大多数土地上 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时候 在延安飘扬的是年岛斧头的苏联旗 在我们唱的三民主义 无党所踪的国歌时 在延安唱的是 共产主义的国际歌 当我们用孙先生 跟蒋先生的头像做草票里面 终结那个人画像的时候 延安的草票印的是马克思和列宁 延安的礼堂里挂的不是申重下的像 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伦的像 中国在1945年勘战成功以后 我们伟大的祖国好不容易战胜的这场历史上 没有过的被侵略战争 可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分裂了 两面国旗 两个谷歌 两个国号 两种草票 分裂了 这场分裂 是在我们打赢那场民族战争之后 在打赢了我们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之后 可是1945年到1949年的所谓四年内战 什么类战呢 是民族战争的继续 是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继续 只不过我们这场民族战争 打的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者 打败了 中华民国在1949年打败了 于是中国 自满清以来的中国 至大明以来的中国 分裂了 分得成两半 两个制度 两个国家 如当年的东德和西德 今天的南昂和白寒 昔日的北月和南月 我们中国今天 一直处在分裂当中 我们处在国家的分裂当中 谁分裂了中国 还要我解释 从主义到思想 从思想到历史 从历史到行为到政治 一直到今天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也是被蒙蔽的人当中之一 虽然我已经开始写 我在民主问题上开始写写 可是到海外以后 我才发现我自己在民主问题上开始写写 第一次当我站在旧金山 Hollywood Inn的大楼上 顶层楼上 往唐人间一看 我心里是又喜又怕 一眼万吃 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 原来中华民国还没有灭亡呢 当时我心里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已经看惯了五星风气 我并不能看得惯这面国气 可是我知道它的历史 它的眼泪 和这面旗帜上流淌的鲜血 可是我才回头一看 我想太平洋平安看过去 我忽然在我脑子里 闪现着一幅难看的景象 不 那都是我的祖国 那是马克思向下的中国 1957年 四川重庆中学教师 邓沪森先生 与当年许须多多中国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一样 说了一句话 我们不是说我们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吗 我们为什么要拽一个德国大胡子来做我们的祖宗呢 中国和他的革命分裂了中国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谁在分裂了中国 谁在分裂了中国是进行事 正在事 谁在分裂了中国 其实我们就要稍微想一想 谁在分裂了中国 中国已经被他分裂了 那么谁在继续分裂中国呢 按道理讲 我虽然分裂了中国 但是我抢到了最大的一片国土 江山和最多数的人民 我起码要把他们给照应好 然后我再想着把我们没有捅过来的那块土地 再把他读取政权 把他夺回来 表面上看 共产党是这样的 可是实际上看 我今天讲第二个大问题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对中国境内共民族的五大共同台海 要知道中共建国革命 革命建国 思想论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 他的革命是由苏联一手支撑的 支持的领导的和社会的 他建立的国家 还没等到十月一号建国的一天 他就已经派刘少奇衰领一个代表团 到苏联下斯大林报道 说我们一边倒 加入社会主义 正能完全听从斯大林同志的指挥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满清王朝所被各样的领土 所有的不平等领土 加起来说上去的领土 没有共产党在1950年跟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各样的多 那既然如此 他就会对国力如何呢 我现在讲 他对中国共民族人民进行了五大破案 共同破案 我所说的共同破案 就包括我们这些汉族人在那 不是光欺负藏族猛族维吾尔族 不是 不是光光想解放台湾 把飞当内的台湾 不是 还没第一个不汉 是我自己在多年的研究当中好不容易得出来的 就是 实行信仰专制 力行宗教派 中共的信仰专制从哪里来 我先讲几句马克思的话 我想告诉大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专注来论述信仰问题 宗教问题 但是他在他的著作里面 在他们的著作里面 不断地有意识地 十分明确地 毫不犹豫地论述过信仰问题和宗教问题 我本来想背卡片给大家听 我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不背 我说给大家听 将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我写的书 马克思曾经有一句名言 他的话是说 宗教信仰 是一个痛苦社会里面灵魂的叹息 可这个灵魂的叹息解救了痛苦社会里面不能治愈的痛苦 所以宗教是人民的鸦拼 这是马克思在赫格尔的法问题研究里面说的 后来在他和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国等等的著作里面 他继续说的 根本问题是资产阶级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 根本的问题是如果铲除资产阶级这个社会 我们只要铲除了资产阶级这个社会 也就铲除掉了他的宗教信仰自由 这些话说的很明确 我说的也基本差不多 都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 第三 我们必须确立唯国主义的信仰 确定唯国主义是人间唯一能够被允许的信仰 必须强制所有的人服从这个信仰 恩格斯说 那如何能够做到强制所有的人服从维国主义这样一个信仰象征呢 他和马德斯提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发动革命 推翻资产阶级董治 消灭宗教信仰存在的资产阶级社会基础 第二个办法 恩格斯说的真的很血腥呢 他说 国家是一定能够消灭宗教信仰的 第一个办法是铲除他的基础 第二个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列宁提出第三个办法 列宁说的 这就是需要我们发动一场阶级运动 就是发动阶级斗争 阶级革命 来彻底的消灭资产阶级 然后把他们和他们的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全都送上断头台 苏联 前苏联在1917年推翻民主共和国 创建苏联共产专制政权之后 你们知道他杀了多少 各个宗教的教徒们 一千万 他们在俄国 在1918年到1921年 关闭了八百所各类宗教的教堂 第一代的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 他们干了什么 他们其中有很多人都是犹太人 卡刚罗维基 加密列夫 金多威耶夫 都是犹太人 可是他们坚决要求消灭基督教 消灭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抗 他们办杂事 组织反微信任战斗同盟 组织反宗教同盟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批斗杀汉 处决 关押 犹太教教徒 在经过苏共党内一年多的辩论以后 做了一个统立的决定 保留犹太教 让犹太教知道 人类的宗教信仰的反面教材 我不想多说的是 中共的信仰专制从哪里来 就是从苏联来 它一点不含糊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要他所进行的宗教信仰专制 它绝不含糊地按照苏联的那一套 在1949年多取了政权 建立了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之后 开始对信仰宗教采取了革命的两手 一手 如中共的许多文献 如青海省委的所有文献所表示的那样 我们一定要向外界说明 我们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 我们要一定让 所有的国内外阶级的人和反革命分子 不能够来攻击我们 说我们不允许宗教信仰自由 党内的同志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明白 我们是要向外表示我们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 但是对立的文件怎么说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工作会议 统战部长汪峰就说了这句话 为了证明我们信仰自由 我们必须做好共民族宗教的工作 但是我们首先要让那些少数民族的 富有宗教的共产党员们 建立马列主义的世界观 信仰马列主义 这是我们对中国经历各少数民族 进行工作的第二步 紧急着清海社会统战部长上台讲话 他说了一句话 我们允许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要想内内外外的敌人 证明我们是允许信仰宗教自由的 那是因为我们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我们要撑底消灭宗教 我们要撑底消灭宗教 我们要撑底消灭宗教